我去抓了繁體中文的企業館 裡面沒有Edge 你是抓了什麼N 我知道它有分N 可是我抓的不是N 所以是不是因為繁體中文的 沒有沒有沒有 應該是 應該是真的抓到 應該真的抓到 抓到的是N 對就是 那個是在歐洲發行的版本 可是繁體中文的為什麼沒有這樣的東西 哦 因為我是直接去繁體中文的官網 然後我還有特別注意 它是不是有沒有別的選項 沒有它就有一個選項 但是抓下來裡面進來沒有 這個我們 等一下再討論好了 就是這問題 因為通常你抓下來沒有的話 應該是真的抓到N 就是它背後有一個N的那個版本 好 那 剛才是因為解析度的關係 好 大家應該都知道說 微軟在Windows 10之後呢 我們推了一個新的browser 叫做Microsoft Edge 這是它全名 好 那 Microsoft Edge呢 它本身 如果你稍微知道說 微軟在Windows 10之後 開始要推一個東西叫做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就是所有的Windows 10的Device 從IoT 然後手機 平板 然後桌機 然後Xbox One Service Hub 還有那個HoloLens 應該 有聽過Gram的HoloLens 可以舉一下手 應該有一個部分 有興趣的話 你可以search HoloLens 就是一個擴增實境的眼鏡 那在這些平台上面呢 我們希望說 將來的Application 是 For UWP Universal Windows Platform 來開發 這樣子你一個 Application的package 就可以cross 所有的Windows 10的Device 那H 它剛好就是一個 UWP的Application 好處是什麼 過去大家熟知的 深惡痛絕的IE678這個系列 甚至可能還有人痛恨的更多 那IE過去有一個問題是 它跟作業系統的底層綁得太緊了 變成說 IE的升級跟Windows的升級 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在過去大家會覺得 為什麼IE的升級這麼的慢 而且另外一點 IE還不能side by side執行 就是說 我不能保留IE9 然後裝個IE10 我一升就是IE10 沒有這個9就不見了 10到11 10就不見了 不能side by side 那過去當然有這些包袱啦 可是在Windows 10之後 我們知道 既然我們希望 Application可以cross 所有的Windows的Device來執行 那當然browser 如果還是用IE的這種開發架構 那除了效能上面有問題之外 它要做這個UWP的轉換也是非常的辛苦 所以我們做了一個全新的browser 叫Edge 那它擺脫了過去IE的這個引擎 等於自己重新打造 那它追求的當然是這個標準的Web技術 那除了說它在這個標準技術上支援的很快 等一下我們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些部落格還有 還有 還有來生 OK 好 大家看到這個畫面呢 其實是 微軟 微軟現在推產品有三個方向跟三個重點 那Cloud跟Business方面我不講 一個在對於這個Windows 10 在我們視為它是Personal Computing一個很重要的平台之下 我們希望說 這個Personal Computing可以越來越有Intelligent 然後可以個人化 所以包含像是Edge打開之後 你看到這些新聞也好 或者是它提供的一些資訊 其實都是跟你息息相關 跟我這個登錄的帳號息息相關的內容 我們希望可以讓你在瀏覽資訊上面可以做更多 好 那另一方面 從操作面 我簡單幾個demo 這個也是很多瀏覽器都有的功能 像我們現在 剛才Bub提到 很多人在網路上面瀏覽的時候都很想要當廣告等等 那現在其實所有的瀏覽器應該都有支援閱讀模式 所以像Edge的話 我們也可以像這樣子的文章的網站 我們也可以這樣講起來好像不太好 讓它少賺了一點 沒有就是我們可以更專心在內容上面 那當然它有一些很不錯的一些客製化的功能 像是字型的調整啊 或者是顏色背景的這個 比方說你晚上在背貨裡頭偷偷看的時候 然後可能光線不足的時候可以調整深色 那另一方面你也可以把這個 閱讀的這個文章 假如說你上班前 就是說開了很多tab 那通勤的過程中沒有網路 或者是不想要開網路的話 你也可以把這些文章加入到閱讀清單裡頭 就是相當於read it later的這一類服務 所以你把這個文章加進去之後 你可以在沒有網路的狀況之下 把它打開來 繼續把剛才沒看的文章看完 那還有就是 比方說我們常常 不管是web開發人員 或者是說你今天看到什麼網站 想要分享給你的同好 在edge上面我們也有這種筆記的功能 你可以在上面標註你任何的註記啦 或者是零光筆 highlight 甚至是可以採檢 好那弄好這些做好之後的這個部分 你可以儲存儲存 就是一樣儲存在剛才這個 像是閱讀清單的這個區域 把它保存下來 那也可以直接分享給你的朋友 透過email的方式 或是one note的形式把它分享出去 那分享的話就會 我這邊有設定 有建設 分享的話就是分享這一塊圖 出去給你的朋友 所以還有一些基本的這個網頁 等於說在網頁瀏覽上面的一些功能 那今天沒有辦法demo的一個就是像剛才bub提到的 將來edge也會有這個擴充套件的支援 那格式當然也是完全是用pure的這個HTML JavaScript跟CSS 那我們在今年4月的開發大會上面 有展示這個相容google chrome的擴充套件 所以那這個部分的話可能要再等於 可能今年年底前可能會 才會有這個一些相關的開發的文件出來 好那另一方面對於開發人員來講 比較在乎的就是這個開發人員工具 所以其實現在這樣子 我想客家瀏覽器的developer tool 都已經內建了 所以你可以 那功能其實大同小異 就是這些動Element的這個check 然後你可以在這邊直接去修改樣式 像這個在Firebox或Chrome上面 都有非常多的相關的功能 其實大家都真的大同小異 所以你也可以在這邊去模擬不同的 這個瀏覽器來做測試 還有記憶體的profiling等等 那這個部分其實大家都差不多 所以我不特別做demo 那我比較想講說 在Edge上面 我們除了提供一個這個browser 給使用者之外 其實我們更大的目標 也是希望說可以跟著所有的這個web技術的廠商 包含Mozilla 包含Google 或是Apple等等 我們來這個一併推動這個現代化網站的設計 所以我們希望說這個將來大家寫網站 都是follow最新的這些技術 至於這些最新發展的技術 每家瀏覽器的支援的時間順序 或是程度不盡相同 或是各有各的優先考量 那在這個Edge的開發網站 你可以打modern.ie 好就是 你只要打modern.ie就可以了 modern.ie 前面要不要加deb都沒關係 它會自動專職 modern.ie的時候你可以到這個網站 那我們在平台狀態的這個分頁裡頭 我們可以看到目前列出來 Edge有在考慮或者是已經支援的一些 新的web相關技術 那有些是還在考慮 或者說已經在什麼版本preview了 這邊可能會講Windows10532的版本 會先preview這些functions 或者是說它已經有了 只是說它可能有加上一些前置詞 所以可能在比方說這個例子 它會在10532的時候把前置詞拿掉 那如果說你覺得某個功能非常重要 那這個Edge Team可能還沒有 就是它可能還在under consideration 或者是其他狀態的話 你可以注意到 右側有一個投票的連結 那現在Edge的開發團隊也好 或者是所有微軟產品的開發團隊 其實都是以user voice上面的優先順序 來決定開發的優先順序 所以你如果覺得這個Edge還有什麼功能沒有 你可以到這邊來投票 那一旦Edge Team決定開始開發之後 它也會進行跟你說 這個你曾經關注過的這個議題 我們已經正在進行當中了 像是好像說這種in development 就是現在正在開發 可能在接下來的版本就會漸漸釋出 那這個等於說 Edge就不像過去這個IE的時代 即便到IE11都是這個 好像微軟團隊自己一個 一個這個團隊自己開發 決定要支援什麼 然後一年後兩年後給你一個驚喜 其實現在所有的開發進度 所有的開發進度都是公開透明的在官網上面 然後在社群上面跟開發人員來溝通 哪一些這個標準是大家繼續而且重要 所以像是我們看到過去的微軟 你很難看到說我們去支援很多非微軟的技術 在微軟器上面這個也就是我講公司正在轉型 所以前幾天昨天才宣布這個Web RTC Edge上面會是支援Object RTC的這個規格 那還有就是將來會support VP9 WebM的個式 那稍早的話其實也有支援像是HLS的這些標準 所以其實除了這些Living Standard之外 那對於User還有對於開發人員迫切想要的東西 我們也會這個順應潮流 就是說來就是說像HTTTool也好啦 或者是剛才提到HLS 其實使用者想要開發者想要 HTTim就會很認真的把它放進考慮 那除此之外 如果這個以前可能有人有用過了 就是如果你真的在開發的環境 你的專案裡頭 你的老闆還是希望你要support一些舊版的IE 沒關係 這個Edge的開發網站 我們有提供你一些免費的虛擬機器 那當然啦 因為這些虛擬機器都是這個試用版本 所以它大概30天90天自然會不能使用 所以它當然不是一個正式可以使用的版本 但是你用來做開發測試 應該是相當足夠 所以各種的IE的版本 在各種的Windows上面 都幫你準備好的虛擬機器 所以要做測試的話都可以免費在這邊下載 比方說你現在如果還很苦命的要支援IE6 我想這個專案真的做不太下去 那這邊我們也有提供三個主要的虛擬化的平台 像Mac上面的話 Kerrelios, VirtualBox 或是VNware的Fusion 我們都有提供VN可以讓你直接download 那另外就是我們有剛才提到的Azure 如果你不想要自己跑虛擬機器 我們在Azure上面幫你跑虛擬機器 你就不用自己download那些VN然後回來裝了 你直接sign up免費 你會下載你的LiveID 就是Microsoft Account 然後呢 它會download一個像是Remote Desktop的Client 它有Windows版也有Mac版 所以等於說我們在虛擬機器上面幫你開好那個IE的版本 然後讓你做測試 所以這是RemoteIE 所以在我們這個Edge的開發網站上面提供了蠻多的工具 可以讓你做一些事情 那另一方面 既然我們說 我們希望可以幫助 就是說 也不是說幫助 就是一起來推動現代化網站技術的一些蜂巢 或者是說 希望大家都可以用新技術了 或者說標準 我們不要講新啦 標準的技術來寫網站的話 我們也有提供工具讓你 就是說幫你分析你的網站 到底應該要怎麼樣來修改 或者說調整 比方說 各位阿宅都非常喜歡 裝的Mobile01 我們就可以用這個工具來掃 那他就會 就有一支Bot 然後去掃這個網站的程式 然後他就會去看說 欸 在我們的定義之下 這個 他的網站有什麼可以調整 比方說 他的網站內容中很有可能 他這邊沒有列出來 看一下 有 可能在他網站中有去判斷 這個網站的瀏覽性版本 因為我們都知道現在比較好的寫法 應該是判斷 瀏覽器有沒有這個object 而不是判斷這個瀏覽器是什麼版本 因為現在各家瀏覽器都 版本已經不是重點了 其實都是一直 就是說 如果你十年前開始寫web的技術 你很難想像才過幾年 Firefast都已經40了 然後 Grow都已經45了 對 很多人根本就還不知道說這些 因為在十年前那個年代 也是我剛開始畢業工作的時候 那時候你看了web的書籍 都很愛幫你做一張表 說這個技術什麼 Firefast 3 什麼IE8 還是什麼 Chrome 2 都還是這種很小的數字 就突然某一年開始 就是說從Chrome開 開始大家就開始 不管version了 因為不斷的這個嘛 加速迭代 所以版本已經不重要 所以像我們現在寫 JavaScript code 其實應該是判斷有沒有這個object 而不是判斷這個browser的版本 所以它會提供一些建議 來幫助你了解說 你的網站要怎麼樣去做調整 或者是 這個應該是很常 很多人會逛的 或者是小事購物 那它可能就會 我看到說它有很多的需要調整 比方說CSS前置詞 它可能就是 曾經有一些網站會說 現在的這個 WebKey是一個新時代的IE6 因為很多網站喜歡用 這個WebKey的這個CSS prefix 所以造成只有 比方說Safari或是Chrome 看得到的一些 CSS的定義 欸? 這剛好是之前MOS 所以它是MOS 以下愛好 OK Anyway 那我們希望說 減少用到這些前置詞 或者說有一些標準 其實已經 不需要前置詞 而直接就可以來寫 它們可以支援更多的browser 所以 有這樣的工具可以讓大家來使用 那這工具也是完全的open source 在DHub上面 所以 如果你想了解這個bought 它到底怎麼掃的 或者 你想說 欸? 我想要拿這個工具來掃一下我 企業內部 或是內網 開發的網站 那 你透過微軟的這個網站 沒辦法去掃你的企業內部網站 就把它check out下來 把這個cycle scan的project scan下來 那它是一個NodeX的application 所以你就run在你的本機 我們剛才看到就是 就是這個 我把它 從DHub上check out下來 然後把它該要的這個 Node module裝好之後 直接執行 它就會在你的本機跑一個簡單的application 所以你就可以把你 從本機可以連到的網站做一個scan 你可以到User Password 那比方說我還是掃Mobolin也好了 那它最後會generate一個 像是json格式的檔案 那這其實就是它會把它scan的結果 留下來 比方說剛才Mobolin也 它這邊可能就會偵測說 在JavaScript部分 它沒有通過現代化網站的監測 原因是什麼 下面都會有 比方說它用到了 jQuery比較舊版本的 這個browser的這個variable 或者是用到了User Agent 所以可以用這個工具來 幫你去調整一些網站 或是給一些網站建議 它怎麼樣來到它的網站 可以用比較新的標準 或者說比較好的寫法 來開發它的網站 那最後當然就是 可以讓大家就是說 如果你對於Edge的發展 有興趣的話 就是我們Edge Development的blog 它就會這個 說現在開發了什麼樣的新功能 支援什麼樣的技術 都會announce在上面 那如果你習慣用Twitter的話 Edge也有一個 這個 這個賬號 可以來follow它的一些相關的建議 甚至你也可以直接跟它對話 就是你覺得需要提供什麼建議 都可以直接從Twitter上面來 為它畫 所以我對Edge的介紹大概是這樣 如果你是用Windows 或者是你最近裝了Windows 10 想試試看的話 我覺得 除了 當然除了Firefox之外 也可以試試看 Edge 當然我相信 絕對會有 很快就會有一篇 可能文章還是照片 就會說 Edge的功能就是拿來下載Firefox 不過我想說的是 Windows 10上面 可以下載Firefox的不只是Edge 我們還是保留了IE11 就是把人做一些相容的網站 因為有一些網路銀行的客戶 會問我們說 那ActiveS怎麼辦 因為Edge不支援 這個Binary的 Component 它未來會有Extension的架構 但是還是走向這個 Pure HTML JavaScript的方式 所以過去這些網路銀行 ActiveS的話 只有還是回到IE上面來操作 好 那我不知道大家有什麼樣的問題 他現在這個Edge 他有自動把那個Flash block起來 Flash 好 目前Flash的話 他是唯一 在Edge上面唯一一個 這個 等於說官方內建的Component 所以移除不了之類的 那是內建 對 那是由微軟來維護的 跟Edge不容易 所以以後就不用再另外裝 不用不用 好 Edge也有 初步也有那個 當然是有一些東西 操作 好 好 剛才還有 請問 那之後IE還是會繼續再左開嗎 會不會有IE12 不會有IE12 但是IE11的核心 會透過Windows update 來更新 但是表皮就是永遠都是IE11而已 不會有IE12 就是數字不變 但是其他東西都變這樣 就是說它可能裡面的 比方說Chakra Engine 跟它的原本的Rendering 那個Tradium 它會有一些update 或者說安全性 只要微軟沒有公告說 IE已經end of support的話 安全性的更新還是會更新 那只是說 以IE這個軟體來講 它的版本 就是停在4E major version就停在4E 就以後只會做維護 然後不會做一些新功能開放 對,新功能應該都是在Edge上面 好,問題一 請問一下Edge的更新頻率有多快 這個目前沒有 目前我們沒有從產品聽拿到這個frequency的保證 但是它等於說 因為它是一個UWP的APP 所以它跟作業系統的更新是抽開來的 它會透過Windows Store來更新 所以第二個是作業系統 現在作業系統已經從IEDecouple掉了 所以現在不會有 它也不會去DecoupleEdge這樣子 它也不會去Couple 就是跟Edge不會綁在一起 對對對 知道了 因為Edge它本身就是UWP的APP 等於說它跟作業系統中間已經有一層UWP在 對 所以 對 它的版本是它自己會更新 它不用管OS 謝謝 好,大家還有問題嗎? 有嗎? 好,如果沒有的話 希望大家接下來玩得開心 謝謝 你等一下還會在這邊嗎? 我看一下我兒子的狀況 我剛好聽到它的哭聲了 等下再十分鐘之後我們就不去